实验2 HDFS的Java访问接口 Hydop提供了Java接口来实现对文件系统的交互和操作 有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Hydop URL方式读取文件 二是通过Hydop提供的文件系统的API进行文件读写 使用HDFS的Java接口访问文件需要设置开发环境 本次实验的测试程序使用Windows下的Eclipse作为开发环境 用以访问虚拟机当中运行的HDFS 要使用Java代码访问HDFS 需要在Java工程中添加外部依赖 具体操作是在Eclipse中创建一个Java工程 然后在该工程的属性窗口中将所需的外部诈包添加进去 包括Hydop原文件目录当中 以及Lib字目录当中的所有诈包 使用Hydop URL方式读取文件的方法是 在程序中通过使用URL对象打开一个数据流 调用IoUtels类的静态方法 CopyBytes将HDFS数据流复制到标准输出流 System.out当中去 这是一个使用Hydop URL方式读取文件的实例 程序中在打开数据流之前 预先调用了它的静态方法 并进行了设置 目的是由该Factory来解析HDFS的协议 这个方法只能调用一次 所以写在静态块中 如果没有设置这个解析器 程序运行时会出错 显示无法识别HDFS协议 接下来调用URL的OpenStream方法 打开数据流 最后使用CopyBytes方法 复制数据流 这个方法一共有四个参数 其中in表示输入流 System.out表示输出流 1024是缓冲区的大小 最后一个参数是布尔亮 用来表示复制完毕后 是否需要关闭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实力演示 首先我们配置一下HDFS的开发环境 打开Eclipse应用程序 创建一个Java工程 为这个工程添加外部的炸包 找到Hadoop的原文件目录 将目录下的所有炸包 添加进来 继续添加Labs目录下的炸包 完成 在工程中 新建一个包 在工程中新建一个包 新建类 将我们刚刚看到的程序复制下来 这个程序是要读取HDFS的指定文件的内容 我们要确保在HDFS当中 有需要读取的这个文件 查看一下HDFS的目录 我们发现 在HDFS的Test目录下面 已经有一个文本文件了 我们现在是要将这个文件 能够读取出来 因此我们将程序当中的文件名 进行修改 将其路径改为Test目录下的File.tst文件 运行这个程序 好 在下面的控制台当中 可以看到 从文件当中读取了文件的内容 程序运行成功 使用URL方式只能读取数据 不能写入数据 如果要对HDFS进行写操作 就需要使用HDFS提供的API 通过FileSystem类来实现对数据的读写操作 FileSystem类封装了几乎所有的文件操作 如创建目录 显示目录列表 读写HDFS文件 对HDFS文件的上传下载以及删除等 使用FileSystem API操作文件的程序框架是 首先设置Configuration对象 然后获取FileSystem对象 最后进行文件操作 一个Configuration对象 分招了客户端或服务器端的配置信息 这些配置信息通过从Hidoop的配置文件中 读取出来的建制对来设置 FileSystem提供的实现文件操作的方法有 创建目录 显示目录文件列表 创建HDFS文件 上传本地文件到HDFS 下载HDFS文件到本地文件系统 删除一个文件或目录 创建目录的方法是新建所有目录 包括副目录 参数F是完整的目录路径 该方法返回布尔直 返回处表示创建成功 返回Force表示创建失败 显示目录文件列表的方法是ListStatus 显示目录列表的路径由参数F设定 如果传给参数F的是一个文件 那么该方法返回该文件的FileStatus对象 如果传给参数F的是一个目录 那么该方法返回零个或多个FileStatus对象 表示该目录包含的文件和此目录 FileStatus类封装了文件系统中文件或目录的原数据 包括文件长度、快大小、修改时间、所有者以及权限信息等 并提供了获取这些信息的方法 FileSystem提供了创建HDFS文件的方法 Create 参数F表示被创建文件的路径 该方法返回一个用于写入数据的输出流 Create方法会创建指定的文件名中包含的任何不存在的附目录 如果在附目录中存在其他数据 这些数据会被覆盖掉 从而导致文件丢失 因此在调用Create方法之前 可以先检查指定的附目录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则报错 如果不存在则创建文件 FileSystem也提供了上传本地文件到HDFS文件系统 以及从HDFS文件系统下载文件到本地文件系统的方法 这两个方法当中都需要设置 表示原文件和目的文件的路径 使用Delete方法可以永久删除一个文件或目录 参数F表示被删除文件或目录的路径 还可以设置是否地规删除 该方法返回布尔类型 返回Tro表示删除成功 False表示删除失败 这是一个创建目录的实例程序 HDFSPath表示的是HDFS的根目录 要创建的目录名称 用DIiPath来表示 FS是所获取的FileSystem对象 通过调用FileSystem所提供的创建目录的方法 来完成程序的功能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程序的执行 在Eclipse创建Java工程 下一步添加外部扎包 完成 新建包 新建类 把刚才我们看到的程序复制过来 在程序执行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HDFS的目录结构 我们看到在HDFS的根目录下 没有DIRTest这个目录 接下来我们执行这个程序 在控制台给出的出错提示表示 我们没有权限来访问这个文件 接下来给我们要访问的目录 给予相应的权限 执行一条HDFS的Shell命令 使得所有用户对HDFS的目录都具有读写和执行的权限 接下来我们重新执行这个程序 控制台显示 控制台显示执行完成 我们来重新查看一下HDFS的根目录 验证一下目录是否创建成功 结果显示 DIRTest命令已经创建成功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项目录是否创建成功 我们继续的项目录是否创建成功 我们继续的项目录是否创建成功